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唤起尘封的记忆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时光唱片 和您一起聆听 岁月中的歌声 时光唱片 滚滚长江东是水 杨洪记 滚滚长江东是水 创作于1991年 是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 电视连续剧 《三国演义》的主题歌 古建芬为该剧创作了十余首 不同风格的歌曲 其中片头主题歌 气势雄魂 古朴苍净 歌词选自《三国演义》第一回中 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一首词 南中英歌唱家杨洪记 深沉饱满的歌声 将这首古诗金谱 演义的淋漓尽致 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喜爱 滚滚长江东是水 浪花淘尽英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国演义》第一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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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发于秋江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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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不尽多少事都互相叹中 一壶珠酒喜相逢 不尽多少事都互相叹中 时光唱片 渴望 张凯丽 歌曲《渴望》是同名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 也称作悠悠岁月 由一鸣作词 累累作曲 这首歌曲深刻揭示了 人生路漫漫的生活渴望 对真情的眷恋 对现实的执着 对未来的期盼 2019年 这首歌曲荣获新时代国际电视节 全国十家电视剧金曲奖 这首歌曲荣获新时代国际电视剧《渴望》 遥有岁月 余说当年好困惑 一阵一花难去余舍 这首歌曲荣获新时代国际电视剧《渴望》 这首歌曲荣获新时代国际电视剧《渴望》 aynı歌曲荣获新时代国际电视剧《渴望》 爱愿忘却 留下真情从旁舍 向南远街 万家当过 故事不多 我又拼唱一段歌 过去为我 过来振折 过去为我 过来振折 时光唱片 打起手鼓唱起歌 关木村 打起手鼓唱起歌 由韩伟作词 时光男作曲的一首 富有浓郁新疆民歌特色的歌曲 这首歌曲节拍欢快 曲调优美 为人们展现了一幅美好的生活画卷 表达了人们心中的喜悦与憧憬 流露出了人们热爱家乡 建设祖国的一片豪情 2019年 打起手鼓唱起歌 入选中宣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优秀歌曲 打起手鼓唱起歌 我骑着马儿翻山河 起手鼓唱牛羊庄 放手的庄家山巾坡 不仅手鼓增情唱 为你的歌唱之山河 唱声开心风花 花开千万国 打起手鼓唱起歌 我骑着马儿跨江河 和谁容金山水里 留的家乡遍地歌 我的手鼓增情唱唱 是美好的新生花 还在草原往北京 越唱歌越多 宣布山河 打起手鼓唱起歌 我唱得好起红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光唱片 请到天涯海角来 沈小岑 天涯海角是五国海南岛上的一处风景名声 1981年 改革开放为海南岛带来了机遇 岛上的建设进入了历史的新时期 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产生的 正男填词 徐东卫谱曲 经过沈小岑演唱 伴随着夜风海韵四处飞扬 这首歌的歌词朴实无华 音乐旋律清新开朗 唱出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喜悦 和改革开放 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欢乐情绪 祈祷天涯海角来 这与四季春常在 海南岛上春风暖 好花叫你喜心怀 三月来了 花真红 五月来了 花真开 八月来了 花真香 十月来了 花不败 有点赢 永远离开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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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好 好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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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呀 来 时光唱片《走四方》 韩磊 《走四方》是电视剧《一路黄昏》的主题曲 由李海英作词作曲 韩磊演唱 1993年 该歌曲获得跨年度金曲奖 1994年 获得中国音乐电视铜奖 1998年 韩磊凭借此歌 登上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将这首歌曲 传遍了千家万户 也成为了韩磊的成名曲 和代表作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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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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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大学校园里 悄然兴起了学生们 自编自唱的民谣作品 这类作品取材于 大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 词作注重文化内涵 旋律朗朗上口 它作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浓缩了学生们对人生的感受 创作于1991年的歌曲 《同桌的你》 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之一 老郎用吟诵般的音调 表达了淡淡怀旧之情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爱天际 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 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笑误片 才想起痛着的你 谁娶了多愁伤感的你 谁看了你的日记 谁把你的长发绑紧 谁给你做了假意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 问我接半块相笔 你也曾无意中说起 喜欢和我在一起 那时候天总是很烂 日子总过得太慢 你总说别遥遥无期 转眼就各奔东西 谁遇到多愁伤感的你 谁安慰安慰爱哭的你 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 谁把它丢在风里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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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橄榄树》是作家三毛和作曲家李太祥 在民歌时代所共同合作的经典之曲 这首歌抒发了人内心对自由向往的情感 其遇用既温柔又铿锵有力的歌喉 把《橄榄树》的旋律和歌词内涵 表现得恰如其分 也让这首歌曲很快成了民歌时代 唯美风格作品的代表作之一 《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清流的消息 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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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方 未了我梦终于 该来许 要问我从来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时光唱片 狼齐琴 狼是齐琴作词作曲 并演唱的一首 封面华人社会的经典作品 收录于1985年的同名专辑中 简单的旋律 和齐琴娓娓到来的深情演唱 成为了大陆流行音乐的 启蒙歌曲之一 在华语乐坛中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慢慢地放下熱狗 我只有咬著冷冷的牙 抱一兩聲長笑 不為約定 只為能傳說這種美麗的草原 我是一匹來自北方的狼 走在無垠的狂野中 淒淋的北風吹過 慢慢地放下掠過 我是一匹來自北方的狼 我會在無垠的狂野中 淒淋的北風吹過 慢慢地放下掠過 我只有咬著冷冷的牙 抱一兩聲長笑 不為別的 只為能傳說這種美麗的草原 不為止 不為了 不為了 不為了